大家好,我是Andrea,来自槟城 嗨,我是从事手机零件和配件的PIPA 有一天晚上很巧的,我就与我两个supervisor和我account assistant 在日本餐厅吃晚饭,然后碰巧就看到了Sean老师 然后吃完我就过去跟Sean老师打个招呼,他也很高兴看到我 然后我就叫我的supervisor过来,我就说 从前几个月我就时常去上课 我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忙,我在上课 然后最近你们也是看到我们的店面有一些改变 因为有一次他们问我,为什么我们的店时常都有客户流动性 不会像其他批发店,有时候零零碎碎几个客户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,因为我去上课啦 引用老师的那个SIS,SES,还有一些BSV里面的一些精髓 所以我就把他们介绍,就介绍给Sean老师 要他们谢谢Sean老师,就是让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